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继续向下学习新的知识内容 今天我们学习这个内容比较有意思 我们学习在Windows平台下把Python程序打包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主要介绍的内容就是打包PiQt的程序 那么打包程序也不仅限于我们开发的GUI程序 也可以用来打包普通的Python程序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这个学习目标就是 掌握Python程序的打包为可执行文件的方法 并且学会使用PyInstaller这个工具 你注意我们这个学习目标是将Python程序打包为可执行文件 不仅限于在Windows平台上 在其他平台上也是可以的 那么Python程序它有哪些缺点呢 我们这个好处就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 缺点就是这个解释性语言的通病 就是特别容易暴露这个语言程序 最直观的例子 这个GS就是JavaScript 也是一个互联网上应用的非常广泛的这个解释性语言 那么大家用爬虫爬这个页面的时候 很容易的就把这个页面内的这个GS脚本爬下来了 因为它要运行必须要依赖这个客户端的这个解释器 所以大家用爬虫的时候一下就把这个GS的原代码爬下来了 还有一个缺点 这个解释性语言它脱离解释器之后呢 不容易去运行 你写了一个辛苦写了一个程序之后 想发布给别人去用 那你不能让每一个用这个程序的人都去装一个解释器 这是不太现实的 那么基于这一类的这个缺点呢 我们就有这个聪明的程序员想个办法 就把这个Python程序进行打包 那么打包呢 它有一个好处 可以隐藏这个原代码 保护我们这个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 并且非常便于发布 打包完了之后的程序呢 可以不依赖于解释器去运行 可以脱离这个Python环境 在任意电脑上去执行 那么这个对于用户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Python的这个打包工具呢 最早期的有这个Py2exe 好 那么这个顾名思义哈 Py2exe 它这个工具呢 只能在Windows平台上进行打包 打包为这个Windows1的这个二级质文件 可以双击就去运行 它的这个缺点是不能打包为单个文件 打包后的是一个文件夹 文件夹里面包含各种这个DLL 就是那个动态链接库和各种资源 我们运行的时候呢 首先要进入到这个文件夹里面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打开这个程序 那么我们本集客使用的这个呢 是Py1stara 这个是后期织绣 比较好用 它运行的时候 在Windows平台运行的时候 依赖这个Py1stara 这个扩展包 比较幸运 这个Anaconda已经包含这个扩展包 所以也不用大家动手去装 它不光能运行在Windows平台上 在这个Linux上和这个MacOS上 也可以运行 那么把这个Python程序打包为 本地的这个二级质文件 直接双击就可以去运行 它可以很灵活的选择打包格式 可以打包为这个单个文件 也可以选择打包为这个单个文件夹 打包成这个单个文件夹的时候 就类似于这个Py2exe 也可以指定这个二级质文件的这个图标 就是打包为单个文件的时候 你可以给这个程序指定一个图标 不指定的话 它会使用默认的图标 那么GY程序打包之后呢 运行的时候就没有那个DOS的那个黑窗了 不然这个那个小黑窗 一运行起来看到那个黑窗还是挺难看的 操作也非常傻瓜化 很容易使用 也基本不怎么需要去学习看手册什么 那么Py1staller 刚才介绍了 它可以打包为单个文件夹 也可以打包成单个文件 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不光是说这个单个文件看起来比单个文件夹简洁 没有这么简单 打包为单个文件夹呢 它把所有的Python程序 就是我们写的这个Python程序 调用的这个资源 通通都集中在这一个文件夹中 那么运行的时候 直接在这个文件夹里边找 而打包为单个文件呢 它实际上最后执行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单个文件夹中去执行 那么单个文件启动的时候 有这个Bootloader 把这个所需要的这个文件和资源 复制到一个临时文件夹中 然后呢复制完了之后 再启动这个Python程序 等这个程序运行完结束后呢 由这个Bootloader 自动把这个资源和这个临时文件夹 通通都删除掉 所以呢相当于是 多了很多操作 创建文件夹复制文件 然后再启动 然后再结束之后 再删除再删成文件夹 所以呢 打包为单根文件之后 这个程序运行起来 会比这个打包成单根文件夹 运行起来稍微慢那么一点 不过呢 整个程序看起来要剪辑的多 因为只有一个文件 那么它创建的这个临时文件夹 就下滑线 MEI后排是XXXX6位数字 这个6位数字是一个随机产生的那么一个6位数 不同的程序 不同的python程序打包完之后 这6位数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是随机的 创建的这个临时文件夹呢 在Windows下 就是在我们这个tamp这个文件夹下 就是在C盘 有一个存放用户应用程序的这么一个文件夹 可能大家都比较熟 但这个文件夹呢 pyinstaller创建的这个临时文件夹 它是隐藏的 所以我们大家想看这个文件夹的时候呢 要调节一下那个文件夹选项 然后对所有的文件都可视 显示那个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 就可以看到它 每次程序一启动呢 就会自动创建这个临时文件夹 然后你打开之后 进去发现里面有一些DLL库 还有一些资源文件等等等等 然后等你程序退出之后呢 这个文件夹就会被自动删除掉 但是如果你这个程序意外关闭了 就是运行的时候出了个错意外关闭的话 这个临时文件夹就无法删除了 那么这个pyinstaller 打包为Windows窗口程序的时候 就像我们平时运行这个python程序一样 有一个小黑窗 你可以在那个黑窗里边输入输出 看到这个输入输出 那么最终呢也可以更改这个应用程序的这个图标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 怎么用这个pyinstaller去打包这个python程序 首先是使用这个pyinstaller要安装 那么我们安装的时候就直接从这个圆码安装 从网上下载这个pyinstaller 现在是2.1的版本 比较稳定 所以就使用这个版本就可以 我们安装的时候 把这个圆码下起来 然后解压之后进入到它的这一层 在这里按shift键 然后同时点击右键 在此处打开命令窗口 然后安装就从圆码安装是非常简单的 就pypyinstaller pyinstaller 这样就可以直接把这个pyinstaller 装到我们这个python的这个系统的变量中 然后我们可以在任意的这个文件夹装去使用它 直接一敲回车就可以装了 这里边我已经装过了 就不再重复装了 那么装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写过的程序 比如说我们这个MyExcel这个程序 好 我们用来这个分类这个Excel文本的这个程序 我们在这里边打开命令窗口 然后呢输入pyinstaller 然后我们要把它打包成一个文件夹 先尝试打包成一个文件夹 那么我们输入这个要打包的文件 要打包这个文件就是我们最终包含着曹汉书的那个文件 OK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点回车 那么一些操作就自动进行了 其实呢在Windows平台上打包这个Python文件 我个人觉得在32维的操作系统上 用32维的Anaconda和这个Pyinstaller会比较好 因为这个64维平台上它有一些 调用的系统的资源啊什么之类的 找的不是很全面 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bug 但是并不当用程序主体的功能使用 因为我之前用的电脑是32维的 所以在那个上面打包呢 在32维的电脑上打包之后 在64维的平台上也是可以运行这个程序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也没有任何的bug 但是你在64维平台上打包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这个依赖的系统资源 它找不到 并且在64维的电脑上打包之后 32维是无法去运行的 OK这个打包的过程呢 也比较慢 它要找到所有它需要的这个 PYQT的这个库 并且有一些error是找不到的 这个在32维的电脑上 就不会出现这些error 应该就是普通的info通知框 那么warning的也很少 但是64维平台上就是这样 这个已经打包完成了 打包完成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文件夹中多了两个 这个文件夹下多了两个文件夹 一个叫build 一个叫dist 那么我们打包完成的这个程序呢 是在这个dist的下面 然后名字就是跟我们这个 被打包的pys文件的这个名字一样 我们打包的是这个myexcel 所以在dist的下有一个myexcel文件夹 进去之后发现是一堆文件 动态链接库 还有这个PYD等等等等这些 这都是我们这个程序依赖的这个资源 都集中在这个文件夹中了 好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 应用程序是这个myexcel ok那么很激动的发现这个程序已经运行了 因为我们并没有在这个python的环境下去运行 说明我们这个打包是成功的 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小黑框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我们程序的输出界面 我们print的东西都打到这个小黑框里边了 好我们随便找一个文件夹 去找上一阶段我们用的这个文件夹了 ok这边原来我们在这个 Eclipse平台下所有打印到控制台的东西都打印到这个小黑框了 我们可以发现 然后开始搜索 ok这边也是所有打印到控制台的东西都打印到这个小黑框了 那么这边是处理了一个文件 功能上跟我们在这个 IDE下运行的程序没有任何区别 好这个就是 当我们把这个主程序关闭之后 这小黑框也会随之消失 这个就是我们打包成一个文件夹 在这里整个这个程序就在这个MyExcel这个文件夹里边 包含了所有需要的东西 你可以把这个文件夹整个烤到其他人的电脑上 那么它从这里打开也是可以直接去运行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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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